高雄一名朱先生 今年7月收到了新北市淡水警方的罰单 但是仔细一看这个罰单当中的违规时间 这个时候朱先生仍明明是在上班的 接到这样子的乌龙罰单 他立刻线上申诉 但是遭到驳回 没有想到第二次又附上了公司前监视器的画面佐证 到现在有三个月了 还是得不到回复 让他气得抨击说行政效率真的很差 对此新北淡水警方也坦诚疏 表示将会撤销罰单 男子骑着机车来到银行前 财政要把车停好 却万万没想到 明明他人在高雄 却遭新北市警方开罰 看着罰单却越看越怪 只见违规车辆跟自己爱车的颜色跟型号 完全不一样 事后一规定申诉却迟迟等不到回复 实在超无奈 原来高雄这名朱先生 今年7月中接到新北淡水警方的告发单 指他骑车在关渡桥 变换车道不依标线指示 而仔细看罰单违规时间 朱先生人在高雄 怎么会在新北出现 也气得声索 只是他线上申诉遭驳回后 第二次又附上公司前的监视器画面佐证 但三个月过去了 仍然得不到回复 也抨击警方行政效率很差 对此警方坦承说是 原来当时开单远景 警方也依规定对书师远景陈储 如今朱先生收到乌龙罚单被撤销 不仅意图怨气 也替自己逃回公道 接下来高雄做不到 接下来高雄做不到